那么尿路感染应该如何预防复发呢 尿路感染是非常常见 非常就是困扰我们女性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女性容易发作尿路感染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 当你发作尿路感染之后 一定要用正规的抗生素 把疗程用好 特别是疗程非常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用一剂抗生素 可能一天抗生素 你的尿频尿急尿痛就没有了 那么你就觉得自己好了 那实际上是没有好的 你的细菌只是隐藏起来了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 把三天五天 根据医生的给你嘱咐 一定把这个疗程用完 用完之后要复查你的尿常规尿培养 保证一次性的把急性尿路感染之好 那么它不会复发 第二呢就是提高你的免疫功能 平时要加强锻炼 加强盆底剂的训练 还有呢 性生活之后要及时的排空 膀胱 游泳之后要及时的排空膀胱 这个都是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第三就是益生菌 我们有些益生菌的话 也可以经常去喝它 嗯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